本节目是由低脂低糖健康好米 哈亚娜赞助播出 各大超市杂货店及便利店都可买到 把爱心健康带回家 让哈亚娜守护您的健康 优质好米尽在联心 拔罐是中医传统技术 但是你知道吗 拔罐不是你想拔就能拔 适合拔罐的话 拔罐它的本身应用非常的广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内科 咳嗽感冒啊 肚子痛啊 这一类的都可以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 比较偏骨科的这种绕疹啊 颈椎病啊 腰秃的后遗症 腰肌劳损这一类的也是可以 然后像副科的这种痛经 月经紊乱 甚至乳腺炎这一类的 然后五官科的话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面瘫啊 甚至我们热气比较重的时候 导致的这种咽喉肿痛都可以的 比较要注意的就是 把罐的时候 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些不幸的症状 面色苍白啊 流冷汗 甚至胸闷心剂这一类的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 肯定是要把罐拿下来 让患者坦平 通风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拔完罐过后 我们的毛孔是属于开着的 这段时间我们是不推荐洗冷水澡的 通常至少等两到三个小时过后才洗 避免感冒 然后那个罐子的硬 还没退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推荐在同一个位置上重复把罐的